2020年東京奧運即將來臨 而現議員林詠宏特別響應 由前國首記證女士所提出的 你是否同意以台灣為全民 申請所有國際運動賽事 及2020東京奧運的公投活動 我們台灣對這個名字 我們來參加 我們沒有願意中華台北 2020奧林批克運動會 台灣證明的這個活動 在我們會登宮這裡參與聯署 那我們參與第二階段的公民聯署 需要28萬份 全國性的公民投票28萬份 英宏跟我們公民代表推動的機構 出席到南大冠第一站 東京奧運用台灣隊的名義 參加的這個公民投票的 第一個聯署戰 那我們期待我們社會各界 能夠也共同來參與這一次的聯署活動 憲議員陳漢利也特地前來參與公投活動 並希望我國能夠用台灣為對名 參加所有賽事 從1970年代 我們台灣退出聯合國以後 我們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就因此而沒有 那長期以來呢 我們台灣被中國打壓 然後用這個中華台北的名字呢 非常的不公平 那其實我們現在的台灣人 尤其是台灣的小孩都認為自己就是台灣人 那我們希望說我們在東京奧運上面呢 我們可以大叔喊出 驕傲的喊出 我是台灣隊 我是台灣人 那希望說大家一起來證明 希望說我們台灣人可以驕傲的走出來 在國際上面說我是台灣人 熱情響應的民眾也希望台灣能以證明 來替我國拿下亮眼的成績 我覺得這個證明很有意義 因為長期以來我們在國際賽事上 都因為這個國際地位的問題 還有名稱的問題 我們都一直遭受到這個 國際上還有中國的打壓 那如果能夠證明為台灣 對啊 那至少被欺負的時候 我們也是用自己的名字被欺負 而不是一個妥協的名字 而林詠宏議員服務處 則會持續辦理更多的連署點 林議員也希望能有更多民眾響應 讓代表台灣的選手 能在國際賽事上為台爭光 台灣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台灣 記者六勝草屯採訪報導